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罗伯快跑被爆出有真人远端代价的疑云 客服对此予以否认 并解释了安全员和远端监控的具体情况 最后 香港投资管理公司选定了硬科技 生命科技和新能源科技三大投资赛道 并强调被投企业必须对香港有所贡献 展现了对投资项目的严格筛选标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报道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遭遇刺杀 诱饵中枪 但情况稳定 枪手被狙击手击毙 现场一名50岁的特朗普支持者 科里·康佩拉托雷为了保护家人中枪身亡 科里的女儿爱丽森在社交平台上称赞父亲 是现实中的超级英雄 称他在枪击案发生时迅速怒身体保护家人 科里来自宾西法尼亚州萨福市 他的牺牲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宾西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表示 政治分歧不能通过暴力解决 科里的无私行为感动了许多人 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敬意 中央社报道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后 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 拜登在德拉瓦州雷荷博斯坦附近发表简短声明 并听取了联邦调查局和特勤局的简报 白宫指出司法部长和其他高阶安全官员 在白宫战旗市为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更新相关寝资 拜登对这次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强烈谴责强调暴力不应在美国发声 这次事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和讨论 拜登的全国演说将进一步强调团结和反对暴力的重要性 乔报报道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集会上 遭遇暗杀未遂后呼吁团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右耳上部被子弹击中 随后迅速被特勤局带离现场 总统拜登和其他政治领导人谴责了这次袭击 拜登称这种行为非常避难 白宫情况式的简报会上 包括司法部长 国土安全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 在内的高层官员参与了讨论 共和党国会议员麦克·凯利木基的这一事件 他表示自己带着家人来到集会现场 见证了这一悲剧 赵侯少洗漱他 见证了这一悲剧 执法官员在嫌疑人车辆和家中发现了炸弹制造材料 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百度旗下自动驾驶无人滴势 《萝卜快跑》近日因一张后台工作照片 引发真人代驾疑云 照片显示一个类似赛车游戏的摆设 工作人员坐在驾驶舱内 手持方向盘紧盯荧幕 对此百度客服否认车辆由人员直接操控 解释称部分车辆配置安全圆员随行 而全无人驾驶车辆则由后台行程专员进行及时监控 内地传媒报道 百度无人驾驶实验基地内 有人代驾安全员通过5G网络进行远端控制 当无人车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云端安全员可以帮助其脱困 根据交通部新规 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可使用远端安全员 远端安全员 原车比不得低于E3 Alphabet旗下的Wemo也表示 当其自动驾驶车辆遇到特定情况时 系统可联系车队获得更多信息 但系统仍保持独立操控 远端支援只会优化驾驶路径 香港投资管理公司行政总裁陈佳琪 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港投公司已选定硬科技 生命科技 生命科技 三大投资赛道 并每日与八字时间企业代表会面 确保企业承诺贡献香港才会纳入投资之列 陈佳琪强调 港投公司不仅是被动投资者 还会在相关公司董事会战役席位 监察并影响公司发展 港投公司旨在构建创科生态圈 直接参与并安排产业方与投资者见练 陈佳琪透露港投忽斯已与百图生科 吉安矮独角受司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计划举行生物科技和新能源主题活动 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在其明显的暗杀未遂事件中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克朗普受伤 但他表示很好 枪手托马斯·马斯·马斯在宾夕法尼亚州 贝塞尔帕克发动攻击 特勤局特工将其击毙 特朗普的右耳上部被子弹射穿 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团结与兼韧 称只有上帝阻止了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执法官员在克鲁克斯的车内和家中发现了炸弹材料 调查人员尚未确定其动机 克鲁克斯注册为共和党选民 但曾向一个进步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过15美元 执法部门通过DNA和其他方法确认了克鲁克斯的身份 并在现场发现了一把R样式的步枪 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遇袭击后 市场预测他胜选的概率大增 全天后交易的比特币随之迅速反映 价格一度攀升超过2.7% 突破6万美元大关 市场观察人士预测星期一市场开盘时 交易员可能会涌入避险资产 如黄金和美元但整体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有限 为TFS Global Markets的首席市场分析师泰塔尔指出 早盘将出现避险资金流动 黄金可能会事态新高 美元或被买入 资金也可能流入美国国债等避险资产 此外市场预计也将关注特朗普政策影响较大的股票 如能源企业信用卡公司和健康保险企业的股票 新岛日报四川宜兵学院因录取通知书印错录字为寻字 需要重发录取通知书 引发网民广泛关注 宜兵学院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承认错误 并将重新印制新的录取通知书 错版通知书则待学生报道时统一回收 类似事件在宁波大学也曾发生 研究生录取书穿错字 网民调侃称其更有纪念价值 此外复旦大学 也曝光了其新款录取通知书 采用非一路筹制封面 展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联合早报新加坡股市上周表现亮眼 还指全周上涨2.6%以3497 78点结束交易 分析师认为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 增强了市场对今年9月美联储降息的信心 华侨银行投资策略常务董事华素梅农指出 美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 市场预期美联储今年将减息两次 大量闲置资金可能转投股票和企业债券场 进一步推动市场上涨 汇利证券首级股票经纪李经纬表示 还指突破技术阻力水平 有望继续攀升至更高点位 特朗普玉系事件对亚太股市影响有限 各股方面 汇胜国际信托宣布几项关联交易 信托股价上2.38% 英康保险与安联保险集团的股份交易磋商仍在进行中 乔报报道 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三州地区正在经历一波极端高温天气 周日7月14日 气温将达到华氏95度 但由于高湿度体感温度将飙升至华氏100度 未来几天高温和潮湿的天气将持续 预计周一最高气温将达到华氏95度 周二和周三气温将接近华氏100度 湿度进一步增加 提感温度可能高达华氏105到115度 官员建议民众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地方 保持水分 并免剧烈的户外活动 高温预计将在周四7月18日逐渐消退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反尼亚州参加一场公开拉票活动时遭遇枪击 诱饵中枪弹情况良好 枪手是一名20岁的克鲁克斯 他在现场被狙击手击毙 警方在克鲁克斯的车内发现了爆炸装置 并确认枪支是由其父亲半年前合法购买的 特朗普在受伤后呼吁国民团结 并表示期待出席下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桥报》进一步报道 特朗普在遭遇枪击后 现正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私人高尔夫球场休养康复 周六午夜后特朗普抵达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被一颗子弹击中 子弹穿透了右耳上部 但他精神很好 纽约市和新泽西州官员对此次暗杀未遂行动作出了回应 纽约市警察局加强了多个潜在热门地区的安全保障 市长亚当斯表示 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 呼吁为所有美国人做得更好 中央社在华沙北约75周年峰会期间 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份重要合作意向书 计划共同开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弋飞弹 波兰国防部表示 此举在提升关键时刻的深度打击能力 并缩短因应时间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指出 这项合作奠定了各国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 意在通过发展国防工业基础来加强欧洲的防御和威慑能力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强调乌克兰战争显示了远端打击的重要性 而德国国防部则表示 这个项目将促进欧洲的稳定与安全 北约峰会还通过一系列宣言 包括在波兰北部雷兹科沃建立飞弹防御基地 并在波兰彼得哥什势力联合分析培训和教育中心 培训和教育中心维亚克卡密西表示 这些决议展示了波兰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 同时北约成阳国也誓言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确认向基辅供应价值400亿欧元的武器 并宣布设立北约驻乌克兰高级代表 《经济日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周末的选举活动上遭遇枪击 联邦调查局证实枪手企图暗杀特朗普 但被当场击毙 事件震惊中外媒体拍摄到子弹擦身而过的惊险场面 先是特朗普与死能关仅差毫厘 大难不死的特朗普相信会因此获得更多支持 而拜登的连任选则则可能因此雪上加霜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这次事件将进一步供固他的政治地位 甚至有可能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契机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政治压力 还要处理国际上的复杂局势 这无疑为他的连任之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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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